但有人说这历史上的战争伤痛 为什么这画面似乎一再再重演 像是这一次俄罗斯狂炸之下 乌克兰许多大臣被炸成废墟 但过去类似的场景 其实台湾也发生过 就在84年前 1938年的2月23号 日治时代的松山机场 曾经被苏联来空袭 而且当时是二战期间 国民党正在对日抗战 因此这场轰炸也是日本 当时有第一次的领土被轰炸事件 但这一次的俄乌交战 也引爆了所谓能源危机 加上俄罗斯是金属大国 让国际间最近铜镍跟铝价 都连带飙涨 所以这张图是有网友震惊的发现 伦敦的镍价件涨破十万 一天涨幅高达了百分之百 而且过去五天下来 镍金属的价格增值了四倍 有人说家里有老硬币 真的赚翻了 但最近这个也是赚翻了 也就是点片 因为俄罗斯最近频频锁定 乌克兰的核电厂 让民众超忧心有核灾风险 纷纷来抢供点片跟点化钾 因为一旦爆发核灾的话 服用这种药片 可以让您的甲状线吸收 这点达到饱和值 防止对放射性点的吸收 因此点片的价格 最近真的涨幅已经超过了一倍了 遮止快一点就无所谓 今天的进gov睡眠